这一台设备的存在跟上一个笑话 What the... 弄回2014年的VR哦 哈喽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妈VR的姐夫 2014年我个人最期待的XL产品 必须是苹果Fission Pro 从3年6月份发布后 这款设备急速破圈 连我身边从来不关心VRAL的朋友 都马上问我要不要入手一台 在我看来 Fission Pro是一台硬件对料到极致 2D软件生态比较完善的MV体积 虽然我没办法提前玩 或者玩了也不能公开讨论 但是我找到一台跟Fission Pro外观 非常善事的机器 诶 来自M4W的Fission SE 今天就来开箱看看这台青春版Fission Pro 可以玩些什么哦 开始开箱 哦 终于来了 包装的挺严密哦 这台机器代号是Apple Core 162 其实对外是叫做Fission SE的 用走 它用到高通的XR芯片 还有4K的屏幕 可以用2.4或者5G的WiFi 而且支持插卡 插TF卡 这个跟好多的VR都很不一样哦 我猜这台机器很大可能就是用来观影的 因为只有观影才需要这么大的容量嘛 它用的高通芯片不是很常见的XR2哦 反而是高通XR芯片 然后还可以打开VST 这是用一个通透模式 还可以做一个 哦 办公 这么神奇 哎 看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直接看里面吧 这个包装有点凉价啊 就一个很普通的纸皮 哦 看起来啊 隔着这个塑料袋 真的有一点点像Fission Pro的外观哦 但是把这个塑料袋一拆出来就感觉很凉价了 苹果的Fission Pro绝对不会用这种非常廉价的塑料膜来包住外面的 这个审美啊 有待提高 它不是金属 它只是一个塑料 喷了哑光的塑料 这里就有我们最常见的安卓三件套的按键 这里应该就是扬声器吧 还有一个音量键 这两个应该就是散热孔 还有一个麦克风 有一个USB-C的插口 还有提示灯 上面 哎 有一个拍摄的按钮 难道真的可以拍摄吗 这里还有一个散热 是三煞都可以散热吗 这么神奇 我侧面这样看 就看到很熟悉的纹理 就代表这个Fission SE 其实是用Finure晶片的 咦 它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太粘诈了 这个包装 还有一个USB-C充电线 然后 然后 oh my god 这个手柄也太粘诈了吧 它甚至不是叫板机键 就直接叫ok 那这里也有我们熟悉的菜单跟返回键 还有一个摇杆 摇杆的手感 这个质感一言难尽 而且轻飘飘的里面没有电池 所以供电呢 是应该插在Fission SE旁边这个USB口 在有线连接方面 它跟Fission Pro还是学得一模一样的 不过Fission Pro它连接的是电池 Fission SE连接的是手柄 这个面杖我们能不能拆下来呢 诶 是可以了 诶 它这里叫MDream 但是有人说这个是叫Fission SE 那究竟它是什么名字呢 是MDream Fission SE 还是Apple Core呢 它这个头戴就没有学到Fission Pro的精髓 而是学了它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Quest 2 它这个头戴的手感其实跟Quest 2很相似的 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廉价 哦对 这个面板还是跟Fission Pro一样 会比较容易留手指纹的 强迫症的玩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 现在我是戴着眼睛来戴这个Fission SE的 我觉得还行 我们先开机吧 开机开机开机 摸一下啊 南窗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造型你们给几分呢 诶 开机了开机了 亮机了 我前面就有个Android 它连自己的系统都没有命名好 就直接放一个Android在我前面的 然后一开机 就看到有这个Fission SE的模型在我前面 诶这个东西不用调铜锯了吗 哎呀没电了没电了 那我们充完电再玩吧 我回来了 Fission SE已经充好电几天了 也用了一段时间 是时候做一个深入一点的体验分享啦 先省流 建设一台外观很像Apple Vision Pro 但是其他地方跟Fission Pro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头衔 无论是产品做工 它的曲面玻璃和铝合金完全不同 面罩也谈不上舒服 头戴更是用Quest 2同款的背带 用完后发型马上变中分 配戴的舒适感是0 Fission Pro的头戴和面罩都有多款尺寸选择 在下单时根据脸部小描 匹配出最合适的款式 Fission SE的配置方面也是一塌糊涂的 光神方面用了固定的63毫米铜锯和飞逆耳透镜 注定这设备只适合一小部分人 而且会有挺多眩光和反光纹理 相反Fission Pro是用三层紧凑式折叠光路透镜 造型上薄很多之余 会减少了鬼影和眩光 SE用上72Hz刷新率低分辨率LCD屏幕 低刷新率其实是做成VR眩晕的原因之一 难怪我戴上后开机就有不识感了 特别是开了透视后 透过机身前的射三头看现实世界 高延迟加上低分辨率 而且只用上单一颗射三头拍摄 拍摄出错误的立体透视 没有人能顶得住这逆天的VST效果的 不行不行不行 哇好晕好晕好晕 Fission Pro的透视是用两个前置射三头 拍摄650万三速的立体画面 再以非常低的延迟传输到头显里 让人有错觉 想看真实世界 虽然Fission SE切换为VR模式 看虚拟场景时 上眼会好一点 但是非常单疼的操作交互方式 加上内容生态的缺乏 让这一台设备的存在 跟上一个笑话 画面中间有一个白色圆点 作用类似我们的手指 但这个手指是不能随意移动的 而是固定在画面中间 只能依靠摇动我们的头部来移动白点 然后按机身上的确定键 或者玩具手柄上的OK键来点击菜单 加上头显的佩戴设计非常不合理 用走了以后脖子非常累 梦回2014年的VR哦 我本来以为Fission SE用来看视频 应该会好一点 毕竟市场上是有大屏观影需求的 甚至想过把VR小片片放到TF卡里 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心爱的小姐姐 结果我想多了 在文件夹里打开TF卡的目录后 根本不能播放任何一个视频 需要在本地播放器打开 结果视频的比例仅区限于 4比3 16比9 16比10 现在流行的21比9是不支持的 只能看一个压扁的人物 非常奇怪 至于3D电影是能支持的 包括3D左右 3D上下都可以切换 但只能手动 不能自动识别 而播放180度3DVR视频时 是完全不支持的 怎么一个VR头衔 不可以看VR视频呢 十分离谱哦 很晕很晕很晕 做不好播放器的话 麻烦参考一下同行 Pico4的本地播放器都推出很久了 作业都不懂得抄 就想品一个类似Fision Pro的外壳去骗人买 老板 按下自己有按买的股东就算了 不要连VR小把都按买 搞到以后都没人玩VR啊 由于是魔改的安卓系统 Fision SE理所当然的支持安装安卓应用 安装很容易而且累积了应用算电 不过想玩应用的话 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了 摇杆是不支持的 滑动这类操作只能按下按钮再摇头 真的是狗听到都摇头了 甚至里面有很多APP都需要手机小码才可以登录 要脱纱头显用Fision SE的手机助手识别二维码 再带上头显 繁琐的步骤 加上非常难顶的显示 唉 我真的不想再用了 愿了吧 难以想象这台Fision SE会支撑是华山北Fision Pro 我印象中华山北出品都是把苹果产品几乎从外到内1比1的复刻 上载版的AirPods甚至连接iPhone X都有动画 而这台Fision SE只是东拼西抽供应链用剩的边角料 来富有人的四不像 支撑华山北出品 简直侮辱了华山北的努力啊 甚至往大去说会加长了外接对中国制作的刻板印象 虽然我相比其他人是用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到 但是占心比心 市价2000元是完全不值得 听我劝一句 千万别买 你有这个预算的话 再多一点点买Pico 4不好吗 甚至1000元出头 你就可以买到Pico Neo 3 或者二手的MetaQuest 2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的钱包呢 如果你还是对这些设备没有信心 想看真正的Fision Pro究竟是讲什么样 可以等我接下来推出的一系列视频 我的那一台Fision Pro 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日早上8点就拿到了 送到我手上应该也就几天时间 到时候必须第一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台化时代的产品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 以上这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呢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不用忘记 点赞和分享 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一个集 愉快体验和硬核杂传的XR好者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